今次我和家人一起去沖繩玩幾天 通常去旅行我會帶點東西解悶 等相機我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才飛 我在這裡等可能要等多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又或者是所有飛機如果我睡不著 其實我很少睡不著 但我都以防萬一 我都要找些細藝 等車等食物都很多空閒時間 所以我通常都會準備一些東西 今次我帶了一本韓文書 講一些文法 因為我其實正在學韓文 我對於文法比較弱 而且看起來比較差 有時我學完當下我是認識的 但我回到家可能會忘記了 所以我就要重複去溫習 我趁這個時候溫習 不然下次上學我又會忘記了 另外還有一些娛樂性的東西 就是一個筆袋 我通常會帶點顏料 往次我都會帶水彩 但今次我就是帶了旅行裝的木顏色 這樣有齊了 而且是很細緻的 這樣短短的 這個其實是在日本的EON買的 即100日圓店 其實我回到香港 發現香港的DAISO都可以買 當時我看不到 但我覺得這些都很方便 如果在香港都是12元 這樣就很划算了 然後我通常都有一堆筆 通常都是這些 這些有顏色 Cockpit的一些線筆 HIGHLIGHT的牛奶筆 原心筆 我會帶不同顏色去旅行 因為我都會帶一本畫寶 這個畫寶 有時是畫畫 有時我會有些吸引的地方 我都會吸引的 就是這個牌子的 來自德國的品牌 我通常拿它來畫 最近畫自己會吃什麼 這個IG和Facebook都有貼 這樣可以解悶 有時可以去特別的餐廳 或者特別的地方 我都可以畫出來 游下顏色 解悶 這個就是我旅行的必備 而且是更新的 另外的解悶就是拍片 好像剛剛跟相機聊天 我都覺得是旅行的其中一個 點滴和解悶的一個好方法 現在就等到時間 我先看看書和畫畫 你們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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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